我是天生残疾人,听不见也讲不了话 别人都经常说,这个人是龙崖人 听不见也说不了话,无法沟通 导致我受到了周围人的启示 后来,我慢慢地认识并学会了修语 又开始交到了朋友 现在修语挺普遍的 所以挺方便跟别人交流,交朋友 这让我不像以前那样收到启示 我叫彭伟恒 98年出生,今年22岁 我出生在金边,我家人也都在金边 我爸爸妈妈做生意 我09年时在格鲁萨特梅上学 毕业后,我就开始上大学 现在我正在上大二,读计算机专业 我天生长级人,以前什么都不做 社方知道我是长级人之后 只收我一半的学费 现在在Cosso咖啡店工作 自己能挣多少就花多少 以前也不认识Sosso咖啡店 是老师介绍给我 在这里工作,我觉得很开心 我以为自己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 因为之前我找不到工作 天天待在家里 没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当我在这里工作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也不懂 但我慢慢努力学习,努力做 就有很大的进步 觉得似乎没那么难 我觉得难是因为在别的岗位 很难找到工作 感谢这里愿意给我工作机会 以前,总自卑觉得自己是长级人 听不见,也说不了话 很害怕自己找不到工作 但在我有工作时 能认识很多朋友 也能接触社会 我很开心,也不觉得自卑了 对于我的月薪,我觉得很足够 目前,我在读大学计算机专业 过两年毕业了 对未来还没有规划 但目前,我想成为一名老师 想传授我的知识 我是希望所有聋哑人 不要有自卑感 不要害怕 要坚强要努力学习 虽说我是长级人 但我做到了 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启示 而有自卑感 而我,我有自身经历 自己是聋哑人 很难找到工作 所以我想呼吁 不管是企业 公司或其他岗位 多给聋哑人 也就是长级人工作机会 让他们能有工作月薪 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